做股票确实是一项辛苦的事情 如果股票软体能像打电动一样简单 无疑会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 然而,使用相同的股票软体 为什么有人能够赚钱 有人却在其中浪费时间亏损 原因很简单 就在于所取得的资讯有的是正确的 有的是错误的 在股票市场中 资讯的准确性和及时性至关重要 成功的投资人不仅善于利用股票软体取得市场动态 更要具备分辨资讯真伪的能力 由于市场消息不动较大 有些资讯可能是误导性的 如果无法正确判断资讯的真实性 就容易导致投资决策的失误 因此,必胜心态在于资讯过代的环境中 保持冷静和理性 投资人需要学会过滤讯息 选择对自己有价值的内容 并在决策时做出名次的选择 在股市中 不仅需要依赖科技工具 更需要依赖自身的判断和经验 也获得更好的投资报酬 张雨鸣分析师在YouTube频道里面 搜寻的关键是 然后完成订阅按小铃铛就可以 持续来观看追踪张雨鸣的YouTube频道